链接1000个铁杆粉丝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网友财经 今天是2024年的5月17号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收评视频 今天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史上非常值得记住的一天 三项重磅政策出台 降低了房贷首付的比例 取消了首套和二套商业住房的贷款利率下限 降低了公积金贷款的利率 在这三件齐发的背景下 房地产板块今天是大涨超过了7% 走出了27个涨停板 房地产板块的大涨也是带动了保险 家机用品建材这些板块的一个拉升 大盘今天是上涨了1% 收了一个光头仰性 重新站上了所有均线 A股的主要指数 涨幅今天也都超过了1% 那么今天收评 我们主要来聊两个问题 第一个房地产板块今天的大涨 涨到了年线 涨到了牛熊分界线 在这种政策落地 立好兑现之后 还能不能继续往上涨 那我们来剖析一下这几个政策 同时呢 针对于之前卖飞的股民 我们来做两分钟的心理按摩 第二个问题 我们去聊一下大盘 大盘是重新站上了所有军线 尾盘是拉升 打破了周三的那根阴线 但量能级呢 却是比较一般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阳线呢 那么在之前 我们很多在等待大盘 跌到20经验下方 再去低息的股民 可以说踏空了 那么下周还会跌吗 我们该以怎样的思路去应对呢 这是今天说明视频要聊两个问题 我们第一个先去聊房地产 先看一下今天所公布的三项政策 然后再去聊它的技术年 第一个政策是降低房贷首付的比例 按照央行的一个公告 那提到了首套住房 商业性的一个个人住房的一个首付比例 调整不低于15% 那么二套呢 是不低于25% 好 那么这是时隔了8个多月 央行再次的去下调了 房贷首付比例的下限 在去年的2023年8月份 当时所定的首付比例标准 首套房是20% 二套房是30% 那么在今天再次降低 而这个降低呢 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首付比例的历史的最低点 这是一个政策 第二个政策 我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贷款利率 取消了首套房 以及二套商业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下限 没有下限了 没有下限了 好 那么据强热人士的一个估计 这种政策落地之后 大多数城市的房贷利率 会相比现在的RPR 可能会再次的去降低0.3 或者0.4个百分点 我们去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贷款100万 30年的期限 按照等额本息去还款的话 总利息支出可以再减少7万块钱 而如果去进一步测算的话 一些改善性需求的住房利息支出减少会更多 因为它的这个利率优惠可能会更大 好 那么这是第二个政策 第三个政策 其实就是公积金贷款利率 那么公告称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个百分点 那么现在五年期以上的公积金贷款利率首套 是已经降到了2.85% 这个利率可以说是非常之低 如果是纯量的公积金贷款 从明年开始享受 所以在这三款旗下之下降低首付比例 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 以及取消商业性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 那么政策的放松程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所以由于超过市场预期 那么在今天呢 房地台板块是暴涨了7.4% 走出了27个涨停板 那一共100只股票 那么走出了27个涨停板 好 那么对于今天这个大涨 我们可以讲利好兑现 在这种政策的驱动之下 引来了无数的大资金 以及油资的追捧 所以拉出来很多的强势股票 但是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细节 从今天封涨停的 这27只涨停板的封单金额来看 你们可以瞅一瞅 它的丰单量其实并不大 它的丰单量其实并不大 好 丰单量并不大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那就意味着下周这些强势的涨停板股票 继续拉升的概率不大 或者说动能没那么强 而从整个房地台板块的技术面上来看 上方有这一条白色的年限的压制 而且它从底部的这个位置 这大半个月已经上涨了30% 可以说是快速上涨30% 那么在短期的一些获利盘 其实在下周卖出的意愿是比较高的 而且在未来其实或者在未来一个月甚至两个月 我们也很难再想象到能够有更多的房地产的一些利好出现 那么你看一下房地产的过去 每出现一波利好会涨一波 涨一波 而涨完之后呢 接下来的行情其实还是比较糟糕 对吧 那么在这个位置 随着短期获利盘卖出的意愿增强 以及之前这种套牢盘解套之后的一个宝本卖出 那么下周在这个位置敢于去追的人其实就很少了 那么基于这些分析 我认为房地产在下周也就是冲到年线 可能就会冲高回落 千万不要去追高 这是我们对于房地产的思路 好 然后我们再去聊房地产板块 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 60均线是压力位要去高抛 对不对 就是这条黄色线 就是这条黄色线 我们讲了60均线要去高抛 以及这种位置不要去追高 这是我在前一段时间多次就讲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数据告诉我们 你看这波上涨 看啊 说小一点 这波上涨涨到60均线受到压力 就叫黄色均线 这波上涨同样涨到60均线 包括今年2月份的上涨又涨到60均线 3月份又到60均线 其实都受到压力 所以我们讲历史会在相似中重演 所以这一次又碰到60均线 我又提醒各位要去高抛 要去走掉 同时的我也提醒各位说 房地产不去那些很大 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做 很多股民 可能我这些老粉丝 听了我这些话 在60均线就卖了 说卖飞了 有的呢 就是错过了这波行情 心里很难受 那在这里的话 我不是在做自我狡辩 我是跟各位去讲一个 长期投资应该保持的心态 送各位两句话 第一句话 心里按摩啊 各位第一句话 我们要以阶段性的视角 要以阶段性的视角 去看待我们交易规则的好坏 你不要以一次或者两次 它的一个走势 来判断你的规则好坏 也就是说 你不要去奢望 你的交易规则总是对的 它总有错的时候 它总有错过机会的时候 那如果说 我们以阶段性视角 去看待房地产的话 那在这种位置 是不是就高抛成功了 这种位置 是不是就高抛成功了 这种位置 是不是同样就高抛成功了 所以你不能因为单单的 最近这一次的大涨 你就忽略了前几次 我们交易规则的准确 那整理成功率达到一定水平 其实就够了 好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主动放弃市场里面90%的机会 那些我们看起来没有那么踏实的 胜率没有那么高的机会 我们只专注那些符合我们严苛标准的股票 那么你的交易会变得轻松一些 你的成功率也会提高一些 就是不要什么都想要 不要什么都想要 主动的去放弃一批机会 每天或者每周 能够去抓到那么两个三个 就完全就够了 好吗 把精力放的聚焦一点 所以我们准确下来 其实就这几几个字 错过机会不可怕 可怕的是做错机会 好 那么这是我们针对于房地产板块 错过的卖飞的这些股民 或者听我话做错的一些股民 我们做了一个心理按摩 希望各位能听到我在表达什么意思 而不是一味的在吐槽 好 然后聊大盘 大盘在今天是重新站上了所有均线 尤其是在今天的尾盘出现拉升 看一下尾盘的最后的40分钟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 对吧 站上了五日线 十日线所有均线 而且尾盘拉升 这根阳线也是打破了周三 这根阴线的最高点 但是量我发现却比较一般 今天的成交量还是处于 20日均量线下方 今天A股的全年成交金额 只有8874亿 这个成交金额不够 不够各位 好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阳线 如何列阳线 好 那么谈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点 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 来看护纸 我们一眼是看涨的 这个观点维持不变 过去 过去的这半个月时间就从它站上年线之后 我们反复这个观点 中长期看涨的观点不变 而且2024年 2024年有一个小牛四 这个观点同样维持不变 但这是中长期观点 然后短期呢 短期护制 它即使往上再冲高 再创新高 比如下周 那么预计短期拉升的空间也不大 原因在于量能不给力 量能不给力 而今天的这个阳线 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 各位 类比哪里 类比就是在5月9号这个阳线 好吧 今天这个阳线 类比5月9号的阳线 量能其实都比较一般 而价格是处于这一波阶段上涨的一个相对较高位置 而且还没有回踩年线 还没有回踩20均线 所以接下来即使债创新高 往上拉通的空间也不大 无力持续上涨 而接下来护制的走势 维持之前思路 就是类似于今年3月份的走势 震荡震荡震荡 那么在震荡当中 逐步的去回踩下方的20均线 而在这个位置 那么它可能要往下回踩20均线 还要回踩年线 当然随着这根阳线的出现 这个回踩的节奏会 这个时间会拉长 这个没办法 这个时间会拉长 但是这个节奏我们要搞清楚 好 还有一句话 就是不要因为这一根阳线就觉得要大涨了 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变化那么快 情绪还要稳一点 不要因为一个阳线觉得行情就怎样了 好 然后我们再去聊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就是下周还会往下跌吗 还会跌吗 该如何应对 好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护制的走势 走势类似于3月份 那么在下周 指数很难出现大涨 可能创新高 但是很难出现大涨 更有可能是冲高回落 然后开展无序的震荡 这种概率会更大 而随着20日均线的上移 以及整个市场情绪的这种情绪的一个提升 我们应对思路两条 第一条 各位 我们可以去轻指数重板块重个股 按照我们的旺旺三号战法 量价关系好 筹码分布好去选股 然后等待股价位置好去折时 珍惜强势股票回调之后的机会 这是一个应对思路 好 第二个思路在大盘没有能够去回踩二十日均线之前 各位在大盘没有回踩二十日均线之前 我们可以保留这样一个三成 比如说三成中线仓位 但是短线仓位不要超五成 短线仓位还是要低于五成 在没有回踩二十日均线之前 我们短线可以再不断的去调仓换股 但不建议各位去加大仓位 以及在下周如果再往上冲高的话 其实我建议各位还是去做一个 先去做一个仓位上面的一些减法 仓位上面一些减法 好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听视频我去谈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是对于大盘指数 接下来的一个观点 以及仓位的一个应对策略 好 其实我们分析指数的目的 我们再去多了几句 分析指数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去更好的去 感受市场的情绪 做好仓位管理 适应市场的短线的节奏 但并不是说 分一指数就完全决定了我们要不要去做个股 只不过是对于我们个股的仓位上面会有一些指导 而当下A股里面有5300种股票 有股票 其实它在分化当中 在轮动当中 其实机会是不缺乏的 我们控制好整体仓位就可以了 按照我们的旺老三号战法 去精挑细选好股票就行了 好吗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听视频 我们随后的话会录制对于板块的点评 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听 你想要的板块观点 可以咋的评论区 来 听到这里的朋友 在评论区把517打开评论区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有多少朋友是听到了这个位置 再见